那比率要怎么算 我们已经说了 以这一题来讲 我们说草莓占整合水果的比率是1分之1 或是说它占整合水果的比率是0.5 那这个1分之1跟0.5 我到底要怎么算出来 我们来看看 我有5颗草莓 然后呢 我把它除以整个水果的量 因为我要知道特定物体草莓 它在整个群体 也就是一盒水果 它所占的量是多少 我拿特定物体去除以群体的量 5除以10 除出来的结果是10分之5 我们来约分 用5约分之后 约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1分之1 跟这里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比率它的计算方式 我们说比率是某特定物体在群体中所占的量 所以如果我们要算比率 所以如果我们要算比率 就要把特定物体的数量 除以群体全部的数量 这个计算过程 我们在接下来的练习题中 各位会比较熟悉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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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